感情的诉求放在标题里面 这个也还OK 慢慢开始了 一翘斑腹碰八小时亡死 开始用翘斑用亡死这种字眼 开始在形容 然后把病人家属痛苦哭泣的面容排出来 然后不甩九次求救 你如果看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你几乎可以已经认定 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医院跟医师做出来的事情 那有一种未审审判的味道 那这个案子呢 你可以看到新闻是什么报道呢 就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现在那个新闻都有 那个叫什么 便利包 不是那个叫什么 懒人包 懒人包 对对对懒人包 现在越来越多懒人包 然后我们医院呢 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 如果媒体知道来 我们公传师就跟我说 你弄个懒人包 要弄懒人包 我说懒人包 哪有那么单纯的事情 他说你一定要弄懒人包 有的一 他说你不弄懒人包 他记者会问我们 几点几分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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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几分 call for help 几点几分 response 几分几分做什么 他说那你要写出来 给他去做懒人包 这很麻烦 那当然 好处是 我们如果能够 好好地写一个懒人包 社会大众会倾向我们这边 如果你写不清楚 你反而懒人包 会变成一个断章取义 好 ok 那你看这个是 软中和医院的案子 那因为 他已经都是exposed在媒体上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遮蔽起来 他就是腹水肠烟膜 这个手术啊 手术转一般病房 你看看一点钟手术 晚上七点四处 然后他妈妈说 九次时间写出来 说肚子痛 结果就九次 到了半夜就死了 那为什么呢 通知值班医师 未审查病患 未到 未往上通知值班主治医师 值班主治医师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案子呢 事实上说句老实话 也争执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还争执到说 这个英藤是不是 是不是波波啊 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 你如果看懒人包 他其实骗医师是蛮远的 他并没有不甩九次求救 只是英藤没有去看 他通知了帮他手术的主治医师 而这个帮他手术的主治医师 在家里 他当天并没有值班 所以 但是 那个帮他手术的主治医师 有下order 让实习医师去执行 那他说 没有通知 值班主治医师 的确是 因为他通知的是 帮他手术的主治医师 所以说句老实话 但是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哇 这个乱七八糟 其实这里面并没有那么 那么让他写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 值得赶尽的地方 好 再来 新闻报道 慢慢进入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鸡鸡了 切片变切属 开始形容大雕 变四公分小鸟 然后 慢慢的开始 新闻 前面就加上一个好彩 你去注意 不然就说好彩 不然就说 什么 草菅人蜜 不然就先下一个很情绪性的标题 然后后面再 切片变切鸭 然后常常用害这个字 害 我们常常说 是有故意才叫害 很少说过失是故意要害你 但是现在新闻呢 医疗经文常常用这种词形容